好奇詢問一下 對你們而言 在國外的青草皮上看著藍天 就能夠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那為什麼在華山的草皮上看著藍天 不能找到自己想要什麼呢 第一個是 我們不是只是純粹的去度假 我們是去打工度假 我們在那裡是一個長期的生活 然後體驗他們當地的工作跟文化 還有社會 所以不是只是單純的旅遊這件事情 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換了一個環境 就能夠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那在花蓮體驗原住民的生活 你也能夠想到你回台廢 知道要做什麼嗎 不行 沒有辦法 因為你在國外的時候 你會遇到很多人 是跟你有不一樣意見的人 所以當你聽到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反思 自己到底要是什麼 這個超級奇怪 意思就是去花蓮原住民 意見都會跟著你一樣 不是 因為工程這個論 有很多兩個不同的回應 第一個部分是 我們在談這個打工度假的重點 在於 這件事情對於你的人生 會有不同的衝擊 第二個部分 打工度假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去留求打工換宿 打工度假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出國才可以打工度假 當然它有程度上的差別啦 那我們覺得 如果你講的是一個 到我完全陌生 譬如說我到一個 原住民族的地方 可能講的我不熟悉的語言 是一個我不熟悉的環境 我們認為那也是一種 很好的生活體驗 但是不因此 反駁了打工度假 不應該去 不對 你的關鍵重點 在你剛剛說的 那那個詞叫做衝擊 也就是說 對你的人生有衝擊的事情 就可以改變你的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就可以讓你更清楚知道 自己下一個階段要什麼 為什麼 我如果現在去夜市擺地攤 我會覺得人生很聰明 我如果要找的 不代表我知道下一個階段要幹嘛 我人生下一個階段要做什麼 另外我想要問一下反方 反方一直攻擊打工度假的人 做的事情都很不高尚 請問我們現在在做工作 很高尚嗎 一定有比那個割羊毛 他們在打工度假的人 做的事情高尚嗎 另外徐欣揚 你說留學生打工度假 這個留學生做的工作 比打工度假的人 受的尊重比較高 我覺得這個非常政治不正確 有多少人的家庭裡面 有這樣的財力 可以讓你當留學生 還讓你去打工度假 那你認識多少人 打工度假回來英文是很好的 我們的工作人員英文就不錯 是嗎 我不覺得 你本身英文工作人員 對啊 不好意思 所以為什麼不能用留學 然後你能力如果夠的話 直接去學 因為沒有錢留學 沒錯 沒有啊 沒有錢留學 不是每一個人 有什麼東西叫講學金 不是每一個人 有什麼東西叫講學金 有什麼東西叫講學金 就算沒有錢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到國外 去找自己呢 我在回憶上就是 可以去登山找自己啊 你可以去健行 你可以去加明湖 都是一個找到自己 一個人生體驗的 一個新的方式 我回憶一下反方的這個論點 這個論點 對方一直跟我們講說 學習怎麼跟楊講話 對方一直跟我們講說 你這個東西有很多東西可以替代 為什麼非得要是這個 可是大家想一下 今天題目在討論什麼 今天討論是 我們要不要鼓勵年輕人 打工度假 就像我可以鼓勵年輕人去看書 我也可以鼓勵年輕人去運動 為什麼你覺得 有其他的方式的時候 就變成是 你們要論證的是 不鼓勵年輕人去打工度假 因為這件事情相對危險性比較高 所以我們不鼓勵 你說的事情 等一下 你說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 做別的都可以代替 但相對來講 在國外的打工度假 危險性相對高 我有朋友在澳洲打工度假 車禍整個連毀容 對不起 我有朋友在 在爬嘉明湖的時候 被救難人員救下來 這個 到底要怎麼論證什麼東西 我剛回來 我沒有叫 那沒有關係 沒關係 那我們總結一下 那反方今天的立場是不是 你們覺得 打工度假確實有好處 可是這個好處呢 別的方式也可以替代 相對安全一點 所以它的問題 只在於你覺得 打工度假很危險 是不是 有風險 你認為今天有問題 這邊可以比較 因為你們 這是很平衡的事情 就是越不熟悉 越危險 所以對你的生活衝擊越大 越熟悉一點 越安全 對你的衝擊相對小 我們只是取一個 比較平衡的點而已 而且我們就 這樣就有點不太對 因為以這個論點來說的話 那今天去KTV唱歌 也很安全啊 所以不會有什麼衝擊 它不會對你的人生下一個階段 我去健身房 我用走路的 所以我完全沒有衝擊 我走得很開心 很舒服 我有健身到嗎 沒有 我一定要跑嘛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反方今天的意思是 我們鼓勵年輕人走一個 安全 已知 保守的道路 是對年輕人比較好的方式 兩隊打工度假 不要用一個貨度華麗的包裝 去包裝打工度假 像剛剛米奇說的 我感謝我兩年前的勇氣 就讓我出國 出國打工度假 我覺得這會影響 對 我覺得這會影響很多人 對Walking holiday的這個認知 就是你感謝的勇氣 為什麼要勇氣 這樣就會有些 因為要從零開始啊 因為我覺得當你把自己 丟到一個從零 你也要勇氣啊 可是你需要從零開始嗎 你去擺地看 也要從零開始嗎 可是你是生活在 你是一個好的例子 但是有些人打工度假 受到性騷擾 性侵害 甚至被剝削的痛苦心念 我在台灣也會被性騷擾啊 假如這些都沒有錯 確實我們不應該過度美化 打工度假可以得到的好處 我們要讓年輕人知道 打工度假的風險有什麼 可是這不代表 因為大家不知道 這個風險有什麼 所以就不鼓勵大家去 沒有 所以換言之 這場比賽我們在辯論的事情是 把你們的好處說出來 而我們所提的風險說出來 我們來做損益平衡嘛 對 所以我剛才 也問東城的問題是 你們認為這唯一的 打工度假跟 譬如說在台灣打工 或者是在台灣工作 或者是在台灣旅遊 它唯一的差異在於 你們認為這個風險是未知 你們不認為風險太高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 所以我才請問你們 對你們來說 你們鼓勵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選擇一種 已知的安全的保守的道路 沒有那麼絕對 對你們來說才是對年輕人 最好的選擇 不是 但是就你們剛剛闡述的 打工跟度假 如果你需要學東西的話 打工跟度假 在你們價值上是衝突的 可以打工 或者是我說的 直接去工作 你如果能力夠強的話 直接用工作簽證 不是打工簽證簽 本身就是去工作 他不是打工 剛剛就已經有解釋過 英環還好嗎你 我認為Kennie OK 後來的Visa 跟一般的就業Visa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認為Kennie 不需要去幫那些 想要打工度假的人 去區分他去做這件事情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他可能想去賺錢 可能想去工作 想要同時賺一點點錢 又想要學語言 我們不需要去這麼明確的 為他說 你要去學語言 你就給我去學語言 你要去度假 你就給我去度假 學語言 不是 你需要是跟妳講話 其實你做每一件工作 它都有一個背後的意義 並不是在你表面上看到的 那麼簡單 所謂的冒險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要鼓勵的是 年輕人要去有冒險犯難的心 因為本來在我們現在 在台灣這個環境 就是因為大家太安逸了 沒有辦法去突破 沒有辦法去冒險 可是這是年輕人需要的嗎 不是 他們應該要去冒險 去犯難 可是冒險不需要打工度假 冒險不需要 我們不否認需要冒險的精神 出國工作 去出國度假 我們全部都支持 但是在你要的價值 是打工跟工作跟度假上面 你該學習到的沒有學習到 然後你該賺的錢 也不一定賺到 而且你還花了時間 讓你在有機會學習到 別的東西的時候 去花時間去 就像我做的當兵一樣 當兵你出來你可以有什麼 有沒有存到的錢 有 你學什麼 割槽割快一點 掃地掃乾淨一點 廁所刷乾淨一點而已 我覺得肯定你剛剛說的這一切 就是在台灣 就算我們留在台灣現在的原地 也是一樣發生的 我說男生當兵的話 是最大的 因為它是義務性 是被強迫 就算你不想去 你也得去 但是打工度假 對 然後人家不想去的東西 你要花這個錢 如果它是一個 志願意當兵這件事情 對他來說就是有意義的 所以當他是志願意的時候 我會鼓勵他 你不要當志願意 因為在裡面呢 唯一能夠讓你學會的事情 就是割草跟掃車 出來沒有用 其實我要講的是 我覺得因為大家都 你們都沒有去過打工度假 所以你們一直放大這些 我說我帶他們的啊 你們放大的沒險性 你們也放大了很多未知的東西 可是你們一直忽略掉 就是你當你真的 把自己丟到一個零的地方以後 你會激發自己很多的潛能 我覺得那是你 所以我才會一直說勇敢 很多地方都是你所謂的零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可以激發自己的潛能 謝忻姐這樣子 像是譬如說我 全部都鼓勵好不好 我如果所有可以從零開始 可以讓我前進的東西 我都鼓勵 沒有 其實你要... 我跟妳講澳洲打工度假 也沒有那麼零 真的要那麼零的話 你去非洲從零打工度假 其實我有朋友 可以 希希,你支持我們 沒有錢 沒有錢 可以,真的,謝謝 所以妳是真的打從心底的認為 我作為一個現在二十五歲的年輕人 我有一個正常的工作 然後我說我要去非洲 體驗一下叢林生活 Yes 這是妳鼓勵的 Yes 打從心底 要不然你不做這件事情 你以後永遠一直會想 好 當初為什麼不做 沒錯 你不做永遠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情啊 你覺得追求了自己 你有沒有想過 換來背後的東西是什麼 除了危險之外 人生就是一個風險 你就是要取捨 父母的擔心被你損益平衡掉了嗎 朋友的擔心被你損益平衡掉了嗎 不是,這東城這個說法 我來當中你可能會少一隻手臂 對你的水衣瓶的掉了嘛 為什麼我覺得 沒空就要找手臂 而且你現在這個說法 其實算是 算是情緒勒索吧 我沒有情緒勒索啊 我現在只是單純問你們 不能出去看看嗎 不是,我們總結一下 東城你長的這個事情 表示人生是一個既定的道路 大家大概覺得說 我到了這個年紀 應該做什麼事情 那我不去做這樣的事情 而跑去打工度假 是不是有一點 對你的人生 或對他人的人生不負責任 可是為什麼你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會對人生有一個隱含的覺得 人生的道路跟人生的進程 他就應該是長這個要求 還沒有講那麼後面 只是單純覺得 你們可以很坦然的 覺得我要追求什麼 就追求什麼 而不就顧慮別的東西的這個情緒 我很好奇 為什麼只會這樣 因此我們選擇去打工度假 神經檢驗學來說 到三十五歲 開始你的記憶力跟你的認知能力 會開始衰退 所以我們學習的話 大概是在這個時候 所以我透過打工度假 對我也是一種人生經驗的學習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在三十五歲之前 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才是你們反正覺得 應該可以真的去讀書 去做的 在這個時候留下來的東西 你是不會忘記的 做更有效益的 而不是花這個時間 所以你們鼓勵 所以你們鼓勵出國留學嗎 可以 可以出國留學 然後我們在台灣念大學就可以了 回到你們原本的邏輯 如果可以在台灣念大學 為什麼要出國留學 原因是因為你要回到我們習慣 現在講的打工度假的樣態 不要跟我說英文 Walking holiday的定義 事實上在台灣 針對台灣年輕人 要去打工游學的 打工度假的這個樣態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是相對的 你會到一個高收入的國家 做比較高危險跟高勞力的工作 而這個樣態 才是我們今天這場比賽 主要討論的不是嗎 而且你在做工作的時候 所習得的 或者是幾乎它是沒有技巧性的工作 讓你沒有辦法在之後的人生 它是實用的 當你回來的時候 你消耗這兩年 在超過三十五歲的時候 它是補不回來的 我認同 我覺得佳明很漂亮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爬爬看 我們還剩下三十秒喔 所以這場比賽 其實後面等一下大家要比較的東西 是很實際的東西 因為這場比賽 對方從頭到尾只告訴我們 要追求自我 可是人生不會是只有自我的 在天秤的另外一端 你要放什麼東西 才是這場比賽 我們所要去比較的 而在這場比賽前面 對方便有花了太多的時間 去告訴我們打工度假 美好的那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花一點時間 告訴大家打工度假 會讓你痛苦跟犧牲的代價是什麼 最後跟任務說 人欲不是孔子寫的 春秋才是 好 謝謝 請問你跟我來看看我們的裴審 你們的持方有被哪一方 給影響嗎 裴德老師 變到了正方 那果音老師 變成還是正方 打工度假這件事情 你要供的不是打工 也不是度假 這都是好事 你要供的是打工兼度假 你打工賺的錢 真的夠你度假嗎 你在台灣打工賺得到錢度假嗎 在台灣都做不到的事 你到國外做得到嗎 你不要打貼 旅遊跟工作這件事情 如果能夠結合 它其實要主供的 應該是這兩個中間的組合 這個才是主要的供給點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 如果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定程度的意義 是我們應該去鼓勵的 那反方認為 這件事不該被鼓勵 是在怎麼樣的狀況下 我可以得到這個意義 但又不會有那麼多避憾 它似乎要有一個替代方案的概念 就是我不做這件事 我該做什麼 那在舉證 指認上面 就會比正方來得更高